好 更多关于尹西越访问日本的最新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主日本记者李淼 李淼中好 王宏好 程兹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尹西越访日的最新动态 以及它访日的形成和触及到相关议题 日本国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 王丰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一个段时间之前呢 尹西越已经抵达了东京的雨天机场 正式对日本开始了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访问的行程 那今天下午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他和日本首相安天文雄 会在东京的首相官邸举行日韩首脑会谈 接着呢会有一个时隔12年举行的日韩联合记者会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尹西越这次访问日本呢 日本国内舆论就高度的关注 这是因为在近年来啊 日韩关系一直处于坏的不能再坏的局面 日本媒体用史上最差来形容日韩关系 那么尹西越这次访日呢 日本就期待能够改善当前这样的一个日韩关系的状况 那么甚至日本舆论也评价说 希望日韩关系呢能够实现破冰或者解冻 那么日本最关心的问题有几个 首先第一呢就是强征劳工问题 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呢已经表示 将会在政府下属的财团来代为赔偿 日本企业应该赔偿的这部分的赔款 那么接下来在尹西越和岸田的会谈当中 会不会提到一些具体的操作的方式 第二呢就是历史认识问题 我们知道日本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 一直都是日韩关系的一个最大的政洁所在 今后呢也不会变 岸田呢已经表示 他会继承日本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的立场 就是表示深刻的反省 进行诚恳的道歉 但是今天呢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说法 我们也是值得关注 第三呢就是日韩之间 我们知道日本在2018年的时候呢 对于韩国实施了出口管制 半导体三种零件 那么这个问题呢 今天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磋商 是不是会解决 第四呢就是日韩之间在之前呢 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2019年的时候 韩国方面呢是单方面的毁气 那么这个能不能够恢复 各界也关注呢 日韩能不能够时隔五年恢复日韩之间的安保对话 特别是防务方面的交流 日韩呢还会谈到朝鲜半岛的问题 我们知道朝鲜呢 今天是发射了这个洲际导弹 那么日韩呢能不能够进一步的加强 在防务方面安保方面的合作 特别是日美韩三方呢 今后怎样一起共同应对朝鲜的这个核岛的问题 我们也会在东西继续关注 好谢谢李淼从前方带来的观察